性重轉著水狀 要請亡靈上岸接受超渡 為了超渡以及緬懷1845年因為水災死去的鮮明 口污地區發展出特別的牽水狀祭典 也已經登陸為國家重要文化資產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只有金湖萬善爺廟辦理祭典 不過儀式同樣莊嚴隆重 用最虔誠的心引導亡靈前往極樂世界 我們就是懷施免懷 祖先的關係 以前到這時候剛才177年 以前我們做了一百四五年 有一天就是六個車子 風台大水 嚴死很多人 我們就今天六個車子起床 就是要讓我們全中可以平安 我們金湖這點有幾點 三十點的特色 第一起床 再來第二我們就是放水中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勘征 水狀是道教法器的一種 在竹竿外面糊上脖子 代表三界 再配合各種物件 藉著道士以及信徒轉動 引導亡魂上岸 更希望藉著法會把亡魂接到佛祖身邊 投胎轉世 我們這個勘征特別意義 我們的征有分下界 中界 上界 我們的鎮腳 有大雞 有麟湯水 有三口 如果進化之後 我們這個雞的土 代表我們這個門有回來了 再來就是這個伊朵要有這個 水就是要有生命 要換衣 換衣 換口 要去拋這個功課 這支針 如果放起來 就是代表這個門靈有瓦 這裡來勾 勾到佛祖的上面 要讓他說 王爺的全世界 要換得更多瓦 這是我們這個勘征的意義 這水狀不但是一種傳統民俗 也有很大的生命教育意義 對王魂的引導以及超度 也讓人感受到生命的珍貴 透過刻意感受其中意義 也來傳承文化 今天是我們金鵝萬仙鴨 一百七十七千年輕 今天也很多我們高雄的時代 青少年朋友 都回來參加這個意義的勘律 我相信 這是對生年的對書 相關的這個頂數 都可以讓我們的事實 可以一台團一台 這也是一種我們國家 這個文化的祝賛 非常重要的一種 所以文化的好團成 讓我們對生年對書 還可以反應更好 我想這對教育 對文化的團成絕對更好 這水狀的活動延續到現在 已經有一百七十七年的歷史 內容不只是對祖先的緬懷 也讓人思考生命的意義 以及和大自然共存的觀念 記者林鴻博採訪報導